前不久,一则畅所欲杂北京县发泄屋的消息受到关注 消息称,发泄屋中可通过杂毁物品宣泄情绪 近日,接着来到这家位于北京朝阳区的发泄屋一探究竟 走进店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货架上各式各样的旧家具 从电扇、玩具车到座机电话、电视机 再到电脑显示屏、电饭包、收音机、应有尽有 店长介绍,这些都是用来发泄的物品 一旁的装备架上,有保护头盔、连体防护服、橡胶靴、棒球棍等道具供选用 墙上贴着体验加木表,一人的套餐体验价格在200元左右 店中共三间发泄屋,记者在其中一间看到 发泄屋约几十平米,屋正中有一个用于摆放被砸物品的铁桶 四周地面上堆积着不同材质的碎片 除了音箱、空调和计时器外 屋中并无其他陈设 墙上张贴着体验者守则 以及额外提供发泄物品的价格 其中,电视和电脑分中高两极 价格从125元起步 体验完成后,顾客将得到一张发泄流影 三点刚过,就有十余位顾客前来体验 在通道中排起长队 有体验者表示,平时工作生活中压力大,常找不到合适的发泄途径 这种方式的解压效果不错 因为我平时在创业嘛 然后现在又有车贷、信物卡相关的 还有房租的一些钱要交每个月 所以就是会感到平时压力非常大 然后晚上有可能会睡不着觉 砸了这么一通觉得特别爽 因为这样就可以把生活中的压力合理的发泄到这儿 就可以不用伤害身边的人 可以不用向他们发莫名其妙的脾气 头也不疼了 腿也不重了 心情都好了 还出了一身的汗 也有体验者直言 发泄屋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创意可赞 但性价比并不高 平了 然后买了一个人体摸条 价钱呢 300多吧 性价比率低我觉得 其实成本不高 但是那个价格其实挺高的 创意还是不错的 你砸到一半明明很想砸烂它 但你又砸不烂 其实反而越来越生气了 砸完事还没解决 还是丑啊 此前 发泄屋的联合创始人在社会调研时发现 不少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很难找到压力宣泄的途径 于是他们萌生了开辟一个压力释放空间的想法 此后他们与周边餐厅酒吧 旧货市场合作 回收代报废物品 进一步清洗后提供给顾客作为发泄对象 我们12月就是上个月 总共砸掉的瓶子我们统计有15000个 然后最多的一天砸掉的瓶子有2000个 然后我们12月整个月的接待的人数有700多人 780个人 然后我们从开业到现在为止 接待总人数已经达到了1500人 然后总共的瓶子的数量有五六万 在面对走红后 网友褒贬不一的评价时 金蒙坦言自己都能理解 他说开店初衷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 宣泄压力的安全空间 希望今后能做更多完善和创新 你在完全保护的状态下 你进入到了这个角色 你告诉你自己你可以去发泄 可以去把这些东西砸碎 然后你脱下了衣服之后 你所有的东西都脱下了之后 你又回到了你现实中 你又回到了你正常生活中的那个角色 我们做smash发泄屋最开始的宗旨 就是我们不是提倡暴力 而我们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 能够发泄心理负能量的一个安全的空间 如果我们 tahu未来的话 ANE 我们下期再见